欢迎来到NTL娱乐新闻频道,请订阅频道,以免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谭松韵娃娃脸,在多部剧中饰演多个角色。 任嘉伦三部新剧即将罢评。 谭松韵 说起谭松韵,绝对可以称的上市童年女神, 尤其是镜头前的幽默表情,很有女人味,娃娃脸多年未变, 谁能想到今年的她32岁。 她的婴儿圆脸特别抗衰老。 她就像一个高中生。 1990年出生的谭松韵,从独生子女开始就备受宠爱, 看小时候的照片,长得像个可爱的孩子。 正是因为一直保持着稚嫩的容貌, 谭松韵这些年在各种剧中都扮演了一个女孩子, 这完全是顺其自然。 回看过去的电影时, 她的脸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她目前有两部即将上映的电影。 1. 归路景百然,谭松韵主演。 2. 向风儿行王凯,谭松韵主演的 任嘉伦。 如今,任嘉伦又开启了罢评模式, 一次性带来几部新剧, 合作的女演员一个比一个美, 一起来看看你最想追哪部。 1. 暮色新约。 暮色新约是由李昂指导,任嘉伦, 杨颖主演的当代都市剧, 讲述了两人在一次机缘巧合下相识, 之后在一次次的接触下, 两人之间见声好感。 最后双方在收获事业成功的同时, 还收获了一段美好的爱情。 这部剧是任嘉伦, 杨颖主演的, 从路透可以看到两人都是学院装, 真的是太令人期待了, 非常般配, 相信在播出之后会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 2. 无忧度。 该剧根据半名半昧的小说《半夏》改编, 讲述了神秘的捉妖师宣夜《遇上少女半夏》, 二人与人妖共存的世界共立其情悬案的浪漫爱情故事。 这部剧是任嘉伦和宋祖主演的, 题材是比较受欢迎的, 任嘉伦在剧中饰演多重身份, 这对演技也是很有考验的, 宋祖儿的演技也很不错, 两人都很般配, 播出之后相信会成为爆款作品。 3. 请君。 讲述了千年将军陆岩, 任嘉伦是何仗义女债主于登登, 李沁氏之间令人啼笑皆非的爱情故事。 剧中有着神秘力量的陆岩因差阳错, 结识了清权债大当家于登登, 这段有着千年因缘的爱情由此展开。 这部剧是任嘉伦和李沁主演的一部民国爱情剧, 这样的题材也是观众都很喜欢的, 从剧照来看, 两人都很酷, 服装都好看, 任嘉伦饰演的男主是铁血柔情, 傲娇禁欲, 这样的设定真的是很令人期待的。 感谢收看频道, 更多娱乐资讯请订阅频道。